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得了糖尿病呢,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 因为血糖波动大,对身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糖友们要在生活中学会怎么吃 其实糖尿病朋友可以吃的食物有很多 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三种食物 价格也便宜,每餐经常吃 血糖也可以控制的更加平稳 那第一类就是绿叶蔬菜 叶类蔬菜有深色的,也有浅色的 那深色蔬菜呢,又包括深绿色蔬菜 红色的,橘色的,包括紫红色的蔬菜等等 那么绿色蔬菜富含的营养素范围更广泛一些 浅色蔬菜也有独特的营养素 对于糖尿来说,浅色蔬菜和深色的都可以多吃一些 比如大白菜,小白菜,空心菜,菠菜,生菜,西兰花等等 那第二类呢,就是豆类食物 那豆类食物呢,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以及矿物质 也有它独特的物质,比如大豆一黄铜,植物固醇等等 豆类食物呢,升糖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血糖影响也不会很大 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我们可以将豆类食物和主食搭配在一起吃 也可以很好的控制餐后血糖 那豆类食物呢,还有个优点,就是比较平价 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可以坚持喝喝豆浆 正餐呢,也可以吃一些像豆腐呀,豆芽之类的 对于整体的血糖控制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第三类就是奶制品 那奶制品呢,也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糖友们可以将奶制品作为零食 比如一些没有添加的酸奶 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 纯奶制品都很适合糖友 晚上睡前喝一点,还可以促进睡眠 早餐喝一点,要帮助稳定一天的血糖水平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选择纯牛奶,而不是要选择一些牛奶饮料 奶粉,或者是一些加糖的奶制品饮料 虽然糖友需要慎重选择食物 保持好的体重,控制平稳的血糖 饮食选择上呢,也会有一些禁忌 但是可以吃的食物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要保证每餐有主食 蔬菜,肉,蛋,奶类 并且均衡食物量 食物的种类越丰富越好 这样既能补充全面的营养 又可以增加我们进食的体验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